第五十三章,妖女来袭,上。 眼看大二的十一又要到了,大家都觉得回家实在没劲,所以一致决定不回去了。 这一天,老二煞有介事地对我说,哥哥,你最近要走桃花运了。 我心中一喜,却假装漫不经心地问道,怎么,有女生托你烧花了? 那倒没有,是我掐着算的。 老二敲起二郎腿,嬉皮笑脸地说,十个字送你,有他妈多远,滚他妈多远。 我拎起脸盆去洗漱,留下老二掰着手指头,数到底是不是十个字。 洗脸刷牙,顺便洗了头,连带听厕所歌手,鬼哭狼嚎了一阵。 我精神焕发地回到宿舍。 恰巧电话铃响了,是沉思打来的。 去上自习吗? 不去,吃窗饭了。 去逛街吗? 脚崴了,还没好利索。 严重吗? 用去医院吗? 算了,校医院的小护士,最近换人了,换了一个惨不忍睹的。 我心脏也不太好,去了怕回不来。 去死吗? 不去,美好的人生刚刚活出点滋味。 嘟嘟嘟,电话挂断了。 凡是不缺心眼的人都能看出来,沉思对我有那么一点意思, 无奈落花有益,清洁公无情,我对他怎么也提不起兴趣。 我横在床上,抱着从图书馆借来的老鬼的血与铁,有一眼眉眼地看着。 正看着,苏宁老T绿帽从外边打球回来。 几个人还沉浸在刚才的兴奋之中,小湖南不知道去哪了,和他们一起冒了出来。 门还没关,进来一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一脸的魅笑。 同学们,你们需要文具吗? 出去! 大伙的意见,又是非常一致。 不料,金丝眼镜丝毫没有气馁,不买没关系,你们看看。 他边说边从一个小编织袋里,掏出一大堆文具,放在了小湖南的床上,边拿边报价,非常便宜。 这文具合一块钱,笔带一毛钱,钢笔九分钱,墨水九分钱,圆珠笔一块钱一盒二十只。 听他这么一报价,大家都来了兴趣,凑上去摸摸这个。 看看那个,觉得还真是不敢相信,大家都决定买点。 因为比楼下小超市里,几乎便宜了百分之九十。 正当大家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金丝眼镜又开始说,刚才的价格或真价时,大家随便选。 但是要以刚才的价格买东西,必须买其五百只圆珠笔心。 多少钱一只? 小湖南警惕地问。 五毛? 嘿! 大伙一哄而散。 金丝眼镜不依不饶地解释说,总体算下来,也很便宜啊。 老二回过头来,对他严肃地说,送你十个字,有他妈多元管他妈多元。 金丝眼镜一愣,默默地数了数,的确是十个字。 后又恼怒地说,不买也别骂人啊,还大学生呢。 还没等老二和他争辩,一秒钟后,他又换了另一副嘴脸。 同学们,告诉你大家一个好消息,我这里还有好多你们喜欢的东西。 说完,转身从门口拎进一只大的蛇皮带,解开绳子。 他拿出一只一眼就能看出是假货的菲利普剃须刀。 这剃须刀,三十块,正品菲利普。 还没等他说完,小胡男从床底下,掏出一箱子菲利普剃须刀,和金丝眼镜推销的硬物一样。 二十,你要多少,我有多少。 金丝眼镜略显尴尬,赶紧又从百宝箱式的蛇皮带里,掏出一只仿的Zippo火鸡。 还没等他说话,小胡男从床头抱出一个箱子,八块,带有十五。 金丝眼镜都傻了,我们大家憋不住地笑。 小胡男把东西放进床下,转身对金丝眼镜摆了摆手。 走吧走吧,别在这丢人了。 你以为这是中学啊? 金丝眼镜边收拾东西,还边套瓷呢? 老弟,这楼是你的地盘,以后咱多沟通。 老T走过去,把他推了出去,顺手把门锁了。 大伙还在回味刚才的一幕,电话又响了。 老二按了免提,里边传出一个女生焦急的喊声,表哥。 老T冲上去,对着话筒问声问气地喊,表妹。 表哥。 表妹。 两人像傻子一样喊来喊去,我笑得崩溃了。 这纯粹是俩近亲结婚的产物。 你是我表哥吗? 电话那一端,可能感觉到被戏耍了。 老T忙问,你找谁? 呈呈呈,电话那边传出了我的名号。 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到我身上,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的名字,刘爽。 想到这人,我真的崩溃了,但是还得故作镇定地拿起电话。 刘爽啊。 是我,表哥。 我在你们学校正门左边的电话厅,你快过来吧,我钱包被人给偷了。 刘爽焦急地喊,我挂断电话,赶紧穿鞋。 大伙很关心地表示,既然是表妹来了,中午大家可以陪同我一起共进午餐,顺便给表妹接风洗尘压压惊。 我心有余悸地婉拒了,风也似的消失。 来到电话亭前,果然看到刘爽在焦急的东张西望。 我走过去问,来怎么也不先打个电话。 你这是从哪来啊? 西安,我考上西安交大了,十一我提前出来玩,想给你个惊喜。 下了火车发现钱包,就没了。 我下了火车是走过来的,哎呀妈呀,可累死我了,快把我背包。 说着,刘爽把一个旅行背包扔到了我怀里。 走吧,先去吃饭吧。 我俩刚想走,电话亭里传来一声怒吼,把电话费结了。 我带刘爽到了学校食堂,还没开饭,就听他叨叨,车上怎么挤,参加了学校什么社团。 他们学校食堂的饭推难吃,十一回去,让我帮他赶紧买票。 得得得,打住,我脑袋都快被他吵炸了,十一我不回家,票我帮你买,今天晚上你就回去。 刘爽瞪着古灵精怪的大眼睛看着我,姑妈说,让我照顾你。 本来我就被他盯得发毛,听他这一句前言不搭后语的生猛的话,我觉得自己快吐白沫了。 刘爽从包里掏出一袋薯片,捏了一片放在我的嘴边。 你尝尝,可好吃呢。 我正在犹豫吃,还是不吃,就见陈思站在不远处,抱着肩看着我,我赶紧把薯片拨打到一边叫他。 陈思? 痣疮好了,脚也利索了。 问完不等我回话,陈思转身走了。 这谁啊? 你女朋友? 刘爽嘴里塞满了薯片,还不知好歹地问。 哪那么多废话? 我不耐烦地回答。 我明天早上走,今天好好玩玩。 刘爽一脸的天真? 我仰天长叹,天亡我眼。 第五十四章,妖女来袭,下。 陈刘爽吃了午饭,又转悠了大半天。 耳朵都已经快被他的废话折腾烂了。 我才想到,晚上这家伙住哪儿? 当听说我要把他安排在招待处,刘爽死活不答应。 其实本来可以让他住在陈思家里。 可是今天,我又彻底得罪了他。 那你打算住哪儿? 我恶狠狠地问。 住你们宿舍吧,反正就一宿。 我感觉,刘爽是预谋好的。 傍晚,我和哥几个商量了一下,大家都异常兴奋地表示热烈欢迎。 老二说,正好苏宁去通宵CS了,空出铺位招待表妹。 我一想,只好如此。 吃吧晚饭,我带刘爽来到宿舍楼下。 我们学校最恶心的地方在于女生也不许进男生宿舍楼。 所以,我去找楼下张大爷,没话找话。 张大爷,早上几点开宿舍楼的门啊,我明天赶火车。 这几天不锁门,夜里都是放假回家的。 张大爷答道,趁我俩说话,刘爽已经上了楼。 我追上去,带他到了213,一进门,我又出来了,看了看门牌,是213啊。 我又反身进去,只见宿舍里仙尘不燃,干净利索。 除了苏宁,大伙都在。 我把刘爽介绍给大家,大伙都很有礼貌的,并别有用心的,和刘爽握手。 嘴里还说着欢迎之类的话。 我指了指苏宁的铺位对刘爽说,今晚你就住这儿,别出去逛呀啊。 被逮住就惨了。 我去给你买点路上吃的东西。 我到楼下买东西的功夫,刘爽和所有的人都打成了一片。 他就这德行,自来熟。 我回到宿舍一看,好吗? 可热闹了。 老二正抓着刘爽的手,给他算命。 煞有介事地说,从你这感情线来看,你未来的夫君,应该是先锋道骨。 你俩会奏响一曲人世间最美妙的爱情之曲。 绿帽把自己所有值钱的数码产品,都倒腾出来摆了一床。 臭显摆的样子,让我哭笑不得。 老T破天荒地正在洗脚。 小胡男从床底下,把好多零食拿出来交给刘爽。 要知道,平时小胡男看这些东西,看得比老母鸡看鸡蛋还厉害。 我坐在床上问老T,今天怎么想起洗脚了? 什么话? 老T说我翻白眼,我就这毛病,爱干净,我可能有洁癖。 嘿,不好改。 说吧还像孩子似的,把蹄子在洗脸盆里晃来晃去。 老二见我进来,好像有所顾忌,放开刘爽的手问。 你和郭郭是什么样的表情? 我妈妈的干姐姐,是他妈妈插队时的好朋友。 刘爽如实回答,大家算了半天,这亲戚关系,才算弄明白。 老二看到我的表情,就知道,我和这个表妹,没有任何的火花。 他尝出一口气势地说,表妹,来,我给你表演我的绝活,我给你摸摸鼓,看看你将来的视野。 刘爽陶冶式地跑到了绿帽床上玩起了PSP。 绿帽冲着老二几眉弄眼。 反正那个晚上,我几乎没说话,看着这几个火宝,卖力地讨好我表妹。 眼看快到了熄灯的时间,刘爽神秘地跑到我跟前,很小声地说,我要去洗手间。 我从床上直接掉了下来。 没办法,这问题很严重,还必须解决。 我冲着老T喊,T啊,咱们儿要吁吁,你给亲下场。 刘爽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讨闲。 老T却跟打了鸡血似的跑到卫生间把所有洗漱和上厕所的男生赶走,然后给我表妹披了一件大衣,带她去吁吁了。 回来以后,老T显得很兴奋。 刘爽把苏宁的床单当作窗帘挂在铺上方,然后竟然换了身,画着卡通人物的粉色睡衣在宿舍晃来晃去,还试试地涂了口红,惹得大家使劲仰头,防止流鼻血。 说实话,刘爽长得挺可人,身材也很正,该凸的地方凸起,该凹的也凹了。 可在我眼里,这就是一妖女。 熄灯了,大家开始神开。 除了我每个人都把自己包括小学当过的职位抱了一遍,把自己说成除了优点,就什么都没有的酷酷的男生。 刘爽听得津津有味,还不识滴滴地浅笑。 我都能想象出那几个兔崽子勃起的样子。 后来,刘爽困了,慢慢地不再回应大家的话,人们怅然若失地睡去。 当大家睡得正香,突然一声尖叫,响彻宿舍。 我吓得差点尿了。 五盏应急灯同时打开扫向了刘爽,窗帘已经掉在地上,刘爽抱着胸瞪着大眼睛,一动不敢动,身上还在哆嗦。 苏宁直愣愣地也坐在床上,那表情好像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一切。 我忙问,苏宁,你怎么回来了?苏宁连忙下了床,坐在我床上傻傻地说,网吧停电了,我一看楼下,没锁门就回来睡觉。 苏宁还从来没出现过这种表情。 你回来多久了? 我追问,俩中头左右,一向以应急能力强反应快儿著称的苏宁竟然忘了撒谎。 刘爽的眼里,已经挤出了泪花。 其他人眼里,除了怒火,还有99%的极度。 那你就没发现,床上有个大活人,还是个漂亮的大美人。 老二愤愤地问,我乃知道啊,我还以为是被子呢? 我说呢,软绵绵的,不是,我是说,我很困。 然后,苏宁开始语无伦次了。 不是个屁,你小子一向是喜欢搂着被子睡觉。 老T还想接着说,被我及时制止,算了,苏宁和我一床,大家赶紧睡吧。 苏宁得救似的,窜上我的床铺。 刘爽却不依不饶,我还以为是在我宿舍呢。 我还以为搂着我的KT熊呢,我还轻,刘爽的话没说出口。 五道应急灯光,又扫向苏宁。 果然,他的额头上,有深深的口红印。 我连忙帮他擦了,安慰刘爽说,没有没有,你那是做梦呢,睡吧。 这场风波,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第二天,我一大早送刘爽上车,并给他拿了400块钱备用。 一路上,刘爽都默默地不说话了。 回到宿舍,大家正在猛批苏宁。 禽兽,穿上衣服,你是衣冠禽兽。 老二不解气地说,你小子肯定是知道,要不然大晚上你回来干啥。 绿帽恨不得冲上去,和苏宁理论。 老T随声附和,就是,他回来还装不知道床上有人,要是我肯定知道。 小湖南对老T说,你要是知道了,你肯定也会装都不知道。 是不是? 老T黑黑傻笑,又生气地皱起眉头。 那样子,其实非常想替换昨晚的苏宁。 苏宁一句话不说,苦笑着看着大家。 第55章,陈思抛弃我。 刘爽的道来给两个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苏宁和陈思。 先说苏宁。 刘爽走了以后,他沉默了一些,也不准摇蛾子了。 还煞有介事地,要走了刘爽家里和宿舍的电话。 美其名曰道歉,但是根据我总结,无意抱得美人睡,美人走后心憔悴。 绿帽以及老T的结论是,有意搂着美人睡,美人跑了自回味。 反正这小子,好像是有了点抑郁的味道。 再说,陈思。 本来陈思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没事儿也打。 我俩,也经常一起上自习,泡图书馆,到路边吃点小吃。 上自习,他看书写作业,我看小说。 泡图书馆他借书看书我借机骚扰美女,路边小吃他吃得多。 我看得多,两人虽总在一起,却各行其事。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刘爽住在我们宿舍的事情,被添油加醋加辣椒面,传得路人皆知。 最后的传言是这样的。 我和刘爽同住一床,半夜传出女声尖叫,天地良心啊。 自刘爽走了以后,陈思把我当成了路人饼路人丁。 再不给我打电话,在班里看到我时,他的目光像X光一样,直接穿过我飘向远方。 他脸上的表情却很哀怨。 几次我都想向他解释。 可看他爱答不理的样子,我也懒得说。 大二光棍节那天,老T跑到宿舍神神秘秘地对我说, 你知道吗? 什么?中午你请我吃鸡腿,我告诉你个天大的消息。 好的还是坏的? 坏的?你觉得我傻到那程度了吗?为了听一个可能有可能没有,而且还极有可能是坏的消息,请你吃鸡腿。 陈思和别人谈恋爱了。 老T憋不住,还是说了。 我听了,心脏竟然好像闹肚子时的肠子一样,抽搐了一下。 这是我没想到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平时,你不太喜欢不太在意的人或是货物,直到失去失败或丢失,你才很难受。 范健一样地在心里想,失去以后才懂得珍惜。 那男的啥样?我心里翻腾,脸上却毫不在意地问。 挺瘦,挺高,比你帅。 老T眉心眉肺地答道,好像是艺术系的,看样子还挺有钱。 走,带我去瞅瞅。 我穿鞋下床,在北院的操场边上,我远远地看见陈思和一个高个子男生依偎在一起。 他好像也看到了我,靠得更紧了。 我拉着老T转身去了食堂,买了五个鸡腿。 我一口没吃,都被老T给糟蹋了。 他边吃边看我,好像想安慰我,话又说不出口。 干脆把要说的话和鸡腿一起咽了。 晚上,宿舍的所有人都像心里医师一样走马灯似的在我跟前晃悠。 老T不知道吃了什么药,不停地问,你是不是真喜欢他啊? 我抽着苏宁帝国的烟也在想,我是不是真的喜欢陈思呢? 但是在老T旅眼的注视下,我很难集中思绪。 我也纳闷他,怎么突然这么关心我呢? 第二天,陈思公然把那男生带到了我们班里。 班上很多人看到这种情况,竟然都把目光投向我。 我心里很乱,却装作欢天喜地的样子和老二,绿帽说说笑笑。 整整四节课上完了,我竟然不知道上了什么课。 下课了,苏宁他们都去吃饭。 我独自一人怅然地回到宿舍。 小湖南不知道在宿舍瞎忙或啥,反正是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地往外打。 后来我总算听明白了,他是在组织大学生去香山,这家伙脑子快,胆子也越来越大了。 小湖南见我低头大脑的,放下电话,跟我说,快凑过一车了。 你帮我压车吧,我正觉得无聊,随口答应了他。 他把一份报名的名单放在了我的手里。 我一瞥之间,发现了一个名字。 蓉蓉。 这不是高二时,我们班的翘妞吗? 他也在这座城市。 我仔细看了看,城大积淀学院,后边是一串手机号码。 我很兴奋地抓起电话,一阵彩铃之后,传来一声慵懒的味。 蓉蓉? 哪位? 名字我就不说了。 高二你把我的性改的名字,交给了老师,还记得我吗? 呀! 话筒里的声音,提高了三个八度。 我心里暗响,有门。 是你啊,你在哪儿? 距离你五公里外的H大。 是啊。 这要求。 你过来玩吧,晚上我请你吃饭。 好啊,但是我现在特能吃,你多带钱啊。 钟。 傍晚,我在公交站牌下等到了蓉蓉。 刚开始我都没感认,大波浪卷的头发,代替了以前的齐尔短发。 长靴短裙,替换了我记忆中的运动鞋和牛仔裤。 我一瞬间感觉到十分陌生。 不认识我了。 蓉蓉倒是落落大方。 哪能呢? 我笑着,走吧,米西米西去。 我俩随便找了一家饭馆,挑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随意点了几个菜和一瓶雪碧。 有男朋友了吗? 我假装很关心的样子问。 没,没有合适的。 他夹了一口菜,微笑着看着我。 我这张就传票,是否还能登上你的客船啊? 别臭瓶啊。 真的,我一直等着和你掏声依旧呢。 你怎么还是这么不正经啊? 成不成的,您给个痛快话。 蓉蓉沉默不语。 算了,我和你开玩笑呢。 我赶紧把话题往回拉,给自己找点面子。 你这人还是这样,自尊心太强。 蓉蓉摆弄着手指头,也不看我。 当初是我同桌把你的性改了名字交上去的。 其实,后来,如果你…… 你也如这不往下说了。 我大喜,好像久汉的和苗盼到了甘雨一场。 回到宿舍,大家发现我好像突然跟抽了白面似的, 兴奋都很疑惑不解。 我高兴地倒了老二一拳。 你小子前两天算的耗子挂说,我要走桃花玉, 还真被你说中了。 老二喜笑颜开, 搓着手又扬眉吐气地显摆。 大家看看,灵验了吧。 老T拧着眉头,好像在琢磨什么。 想了半天问,陈思怎么办? 管我屁事。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里竟然又抽抽了一下。 陈思是故意气你的,那男生是我一个哥们, 不是学艺术的,是学生物的,也是体育特招生。 陈思让我帮忙,说是成之后,帮我联系一下去韩国的成员。 就这么回事。 大家的嘴巴和我一样,都成了烧饼样圆。 没想到事情的发展,会是这个样子。 夜里我辗转反侧想了半宿,最后决定,我还是接着唱我的单身情歌吧。 后来,翘妞主动联系过我几次,听我在电话里,有一句没一句的,就没有音信了。 陈思从老T嘴里知道了一切,知道了刘爽和苏宁的奇遇。 知道了,我和荣荣偶遇后,并没偶断思连他主动打电话给我。 我没接。 后来,陈思身边的男生消失了。 我俩却还是形同陌路,直到放寒假。 第五十六章,可爱的老师和同学,上。 转眼已经说到了大二的第一学期末。 我觉得,有必要给大伙说说,我大学里遇到的可爱可泣的老师和同窗, 剪精彩和个性的拎出几个亮亮相。 先说开学之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三位女生。 第一位女生名叫牛斌,来自廊坊。 她可能是要克服自己的家乡口音,所以,说话的时候尽量放慢, 好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像普通话,在自我介绍的时候,重规重矩。 大家好,我来自于廊坊市,我叫牛斌。 这个名字没啥毛病,可要是说慢了,就是这样的效果。 我叫牛碧莹。 所以,私下我们都叫他碧莹。 刚开始几节课自我介绍的时候, 他自不正腔不原地说完自己的名字,全班的人都在窃笑。 任客老师也是嘴角往上翘,脸却往下沉,使劲憋住才没笑出来。 而碧莹同学却一脸无辜地茫然四股。 第二位,就是我们可爱的班长。 他的姓是很奇怪,他姓篡,篡,名书贤。 这个姓我六个月以后,才数清是三十笔,名字总共是五十一笔。 后来和他混熟了他委屈地告诉我们, 小时候为了学会写自己名字,他都抑郁了。 上一年级的时候, 一次期末考试,老师出了十五道算术题, 别的同学都交卷了。 他自己名字还没写完。 而这个名字,也让几乎所有的老师对他十分亲切, 都简而言之地称其为书贤。 因为老师们也不知道他到底姓什么,只好念后两个字。 这样的名字也有好处。 虽然篡班长从不逃课, 但是上大课随即点名的时候, 认课老师谁也不敢点篡试的名字, 因为怕自己露怯。 当然也有学问渊博的, 比如,我们的古代文学老师孙教授。 他在第一堂课, 就很NB地认出了这个篡字, 可惜老人家眼神不好, 耳朵也聋, 他把篡书贤念作篡书女, 生生地把最后的一个贤给省略了。 念完以后, 还得意地看看我们, 他是料定, 我们肯定目瞪口呆五体投地, 可是底下去哄堂大笑, 这也没有影响他的心情, 因为他耳背。 此后, 篡书贤被大家称之为书女。 篡班长有一次咬牙切齿地宣布, 姑奶奶, 我将来一定要嫁给一个姓丁的, 生孩子, 不管男孩女孩还是人妖, 都一律取名丁一。 既然说到了孙教授, 我就多说两句。 孙教授北大中文系毕业, 知识渊博, 为人正直, 却又和蔼可亲。 可惜岁月不饶人, 他眼也花了, 耳朵也聋了。 老T的呼噜声, 在班上是具有地方特色, 并带有防伪标志的, 那呼噜打得百转千回, 时而阴阴七七, 时而惊天动地, 偶尔还加一个出人意料的八拍的响屁。 只有孙老师, 对此事眼不见耳不闻。 只有一次, 老T以一百多分贝的呼噜声, 震惊了所有同学, 并让隔壁的班级都有了震感。 这次也让孙教授有了感觉, 只见孙教授眉头紧锁, 略有怒气, 走下讲台, 直奔老T而去。 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而孙教授却越过老T走到窗边关景窗户, 回到讲台后向大家解释, 最近学校搞装修真的很过分, 上课的时间也在进行。 大学的内涵靠的是什么? 啊? 不是高楼, 是人才。 说完继续讲课, 我们大家在下边都笑到凳子底下了。 说第三位女生, 陈瑜, 这名字起得很好, 陈瑜落雁的成语用得很是完美。 而且, 陈瑜的模样也说得过去, 一米七的身高颇有点早年梁永齐出道时的风采。 他个子高, 排在倒数第二排, 兄弟我是做最后一排, 刚开始, 我对他颇有那么几分好感, 可时间长了, 我却发现这姐们好像从来不洗澡。 上课的时候, 总是有一股怪怪的味道, 弥漫在我周围。 我刚开始是怀疑自己身上馊了。 为此, 我还专门托小湖南给我买了两瓶古龙水。 可是, 偶尔我心情好了, 洗了澡了, 这味道依然挥之不去。 直到某天, 我漠然抬起头, 惊恐地瞅见了陈瑜的脖子。 好家伙, 和老T的脚后跟有一瓶。 我还亲眼看到, 一只大蚊子飞到他的脖梗上, 使劲地把吸管往里深, 愣是没吸出血。 我估计, 当时蚊子也很郁闷。 而且, 这只倒霉的蚊子, 最后极有可能是饿死的。 为啥? 吸管被堵了呗。 我把这惊人的发现, 在宿舍里进行了通报。 苏宁若有所思地猜想到, 陈瑜的父亲, 很有先见之名, 陈瑜洛艳的典故用得很好, 随便从脖子上搓下一个泥球, 就能把金鱼砸成, 把红艳打落。 接着来说说那些老师。 首先是计算机老师, 男的, 父姓欧阳, 他比当时的我们大不了几岁, 却戴着瓶子底后的眼镜, 满脸青春痘, 我们给他起了的外号, 欧阳疙瘩肉。 欧阳老师什么都好, 可就是说话有口音, 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 计算机他给说成计算机, 尾音七扭八管。 因为我们学校是计算机一级证书, 和英语四级证书与学位挂钩, 这两个证书拿不下就会影响到学位, 所以, 计算机课程在大一大二还算重要。 好多女生课下都抱怨, 啥都没听懂, 满脑子全是计算机儿。 说实话, 计算机一级考试纯属是鸡类课程, 估计好多男生用脚丫子都能考过, 所以, 计算机课是女生玩QQ游戏, 男生集体, CES, 这种情况屡经不止。 直到后来, 欧阳老师在计算机里中了一种不知名的病毒, 让所有上QQ的女生密码被修改好友被删除, 差点集体起义。 男生们依然是我行我素, 计算机刻上耳机里传出的全都是英语, Go go go, Follow me, Taking fire, Need assistance。 快考试的前半个月, 欧阳老师忍无可忍, 严肃地警告男生, 计算机儿很重要, 并提出随便选出两个男生组队和他单挑Blood CS的一个地图以40分钟为限。 学生赢, 以后大家随便玩并且平时成绩全部给优, 老师赢, 以后都得老老实实上课。 我和苏宁被大家选中。 说实话, 我和苏宁都是学校战队的成员, 苏宁的CS名字是Ju Yan Biuzang Yan Jemao, 把这拼音翻译成汉语就是拘眼不沾眼睫毛。 我的名字叫AK小浪子, 也有人尊称我为AK小浪蹄子。 我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所以从不敢说打遍天下无敌手。 但是如果说是让我和苏宁合作去开战, 那只能是谦虚地说独孤求败了。 事情的结果, 大家肯定都猜到了, 欧阳竟然赢了。 他的一把M4打得飞沙走石, 昏天暗地。 如果非用三个字来形容那简直就是出神入化。 我被打猛了, 不识数了。 我和苏宁最后防弹衣都买不起了, 只买得起沙鹰。 我们俩跟傻成似的, 拿着手枪在地图里裸奔, 十二比六十, 惨败。 于是, 男生女生都开始老老实实地上课。 直到计算机考完, 再也没有计算机课了。 欧阳老师才告诉我们, 当天他用了作弊器。 而那作弊器, 是他自己写的程序。 第五十七章, 可爱的老师和同学, 中。 再说说我们的English Teacher, Miss Zoua。 左老师是我们大学里为数不多的, 既时髦又有气质的漂亮女老师。 他是阎三的学生, 被学校用作低价劳动力来带我们的英语课。 他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 折服了所有的人, 不包括老T。 校内校外正在流行什么服饰发型, 就看我们英语老师, 就OK了。 有一次, 他把头发烫成了微卷, 额前还调染了几缕。 下身穿了一件不知道从哪里逃弄来的淡紫色牛仔短裙, 上衣配一件白色的吊带。 全班男生的眼睛都啪哒啪哒地掉了出来, 老T一杰克咽了一万多次唾沫。 课间我假装问一个顽形填空题, 左老师弯腰站在我旁边, 他的身上散发的是蓝蔻的魔幻香水的味道。 我的目光穿过英语书, 紧盯着深达三万英尺的乳沟, 脑子里一片空白。 直到他问, Understand。 我赶紧收回目光, 点头好像鸡灼米。 Yes, Yes, Good, Missel, 飘然而去。 我半天没回过神。 就是这么一个可爱可敬的仙子般的老师, 前世不知道犯了什么错, 因为他遇到了恶魔般的学生老T, 我前文说过, 老T的名字, 就来源于英语课, 这孙子高考英语成绩是18分, 很吉利的数字, 他始终掰车不清26个英文字母的排列组合, 唯一熟识的单词除了fuck就是shit, 在课堂上说的贝尔流利的唯一一句英语就是, I am sorry, I can't T, 而老T却又很喜欢显摆自己, 说点啥都爱拽单词。 你看, 这小妞, 身材多个点, 我的个god呀, 又忘带卫生纸了。 我们都看得出, 美女左老师有点害怕老T, 每当在英语课上, 想起老T不均匀分布的憨声, 美女左都是很欣慰的表情, 任凭噪声刺耳他却怡然自得。 偶尔, 老T睡多了, 客上瞪着死鱼眼盯着, Mis左, 这位可怜的人民教师就会不知所措, 说话单词都找不准重音。 开学之初, Mis左还没有受到老T残害之前, 他喜欢班上每一位同学, 而且一视同仁。 有一天, 老T正在梦州宫, 不知深浅的左老师走到其跟前, 轻敲老T的桌子, 不见动静, 重敲, 还是无果。 他只能拍了拍老T的虎背, 老T熬唠一嗓子从座位上跳起来, 拍着胸脯说, 吓死我了, 我又做噩梦了, 老二你给我算算。 当他意识到是在上阴语课, 他好像不相信似的揉了揉眼睛, 看着已经被刚才熬唠一声, 吓得楚楚可怜的左老师左老师故作镇静, 问道,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干嘛? I am sorry, I can't tea。 对不起, 我不会。 老T胸有成竹地用家乡英语回答, 并咧开嘴露出黄板牙, 冲着英语老师黑黑傻笑。 有点发毛的左老师弱弱地问了一句, Pardon? 意思是什么? 重复一下。 老T摸着圆圆的冬瓜, 脑袋反问。 怕啥? 英语老师这才整明白, 原来眼前这位是一不折不扣纯种原装的二百五, 他无奈地苦笑着说, OK, Sit down, Do not sleep in the class. 好了, 坐下吧。 别睡觉了哦。 老T可能在高中也习惯了, 只见他大踏步地往外就走。 左老师忙喊, Where are you going? 你去哪儿? 老T头也不回继续走。 这位美女老师只好是抛弃了英语, 喊了一嗓子, 你准备去哪儿? 老T回过头, 郁闷地问, 刚才你不是说让我出去吗? 全班倒。 类似的事情发生过两回之后, 英语老师再也不敢招惹老T了。 其实说呢, 老师也是人, 也有很普通的喜怒哀乐, 既为结婚生子喜, 也为职称房子愁。 我印象深刻的, 是我大二的新闻写作老师, 他可以说是极可爱的一个小老太太, 事情的背景, 先从大一说起。 我刚上大一时, 雄心勃勃, 斗志昂扬, 暗下决心, 首先要背下, 唐诗三百首。 当时, 我买了大四十个, 一本老板, 唐诗三百首。 我是这样计划的, 三百首唐诗, 我每天只背一首, 还剩六十五天, 或六十六天。 而且, 这其中还有很多类似于春旺, 这样我早就倒背如流的诗句。 所以, 这个任务不难完成。 第一天早上, 我认认真真的背了第一首, 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 是张九龄的, 赶玉。 背会了以后, 我觉得生活很美好, 自己很强大。 第二天, 我和苏宁去耍了一天的CS, 夜里躺下睡觉的时候, 想起了唐诗的事, 我暗想, 今天就算剩余的六十五分之一, 却不成想, 到了大二开学, 我都没有再继续。 用现在流行的话来总结自己, 嗯, 很傻, 很天真, 但是, 大家千万别忘了, 只要你付出就有回报, 说起来, 也是该兄弟, 我露一露这张俊脸。 大二的新闻写作课, 小老太太盯住我们, 要想成为记者, 那么必须, 先得做一个杂架。 我心里还纳闷呢, 妈的, 做记者还得剃脱了脑袋当和尚, 那女生怎么办? 小老太太接着解释说, 你们要多方摄取知识, 曹雪芹说过, 世事动明皆学问, 人情恋达及文章。 所以呢, 大家对唐诗诵词, 应熟烂于胸, 资质史迹, 要心知肚明。 比如, 大家要对古代的孔子孟子, 老子孙子庄子, 道进现代的孩子, 申田公子, 以及小孩们喜欢的樱桃小丸子, 都得有所涉猎, 这样, 你们在写作的时候, 才能文思全勇, 旁征博引, 以马可代。 我心想, 按您老人家说的, 我们得到棺材里, 以马可代去。 说完小老太太从包里掏出一本, 唐诗三百首, 我抬眼一看, 这不是我那本吗? 转念一想, 原来他也有一本。 老太太严肃地说, 就拿这本唐诗三百首来说吧。 你们谁敢说, 自己每一首都会背, 或者说, 会背百分之八十。 我环顾四周, 看到同学一个个羞懒地低下了刚才高傲的头, 我恬不知耻地站起来, 说了句, 我? 其实我是想说, 我曾经背过, 后来就背了一首, 大家应该引以为鉴。 可没等我说出下面的话, 小老太太从眼睛背后射出一道寒光, 伴随的是脸上的一丝抑制不住的微笑。 哦? 老太太故意把这个欧字拉得和兰州拉面一样长, 我都担心她, 哦, 缺氧了。 她接着说, 没想到人才背出啊, 既然有人小言不惭地说, 能被唐诗三百首, 那我们大家就开开眼吧。 开开眼? 我暗想, 那还不如让寺庙里的老和尚, 给我的嘴开开光呢。 但是, 我也没有示弱。 因为, 我看到我的铜桌苏宁, 已经把手机浏览器, 调到了百度搜索页面。 这家伙反应就是快。 第58章, 可爱的老师和同学, 下。 稳定了一下心神, 我盯着老太太, 那老师请您出题吧。 说完这句话, 我心里又秃秃地跳, 我还是怕陋怯丢人。 老太太漫不经心地 打开了古板的唐诗三百首, 第一首即可。 还没等她说完废话, 我脱口出。 敢欲, 张九龄, 蓝叶春微蕊, 桂花秋角节。 欣欣此生意, 自耳为佳节。 谁知零七者, 闻风作相悦。 草木有本心, 何求美人哲。 我一扬顿措地 把一首, 敢欲, 背完。 苏宁抬起头像, 不认识似地看着我。 小老太太惊讶地, 眼睛也差点掉下来。 我在大家的掌声中匆忙坐下。 我怕老太太让我再背一首, 那就彻底玩玩些菜了。 小老太太扣上书, 缓缓地走到讲台上, 满脸笑容地看着我。 七末, 我算你一个哟。 谢了您啊。 我差点欣喜若狂地冲上去, 请老太太一口。 七末是忧。 那这一刻, 我就可以彻底不用复习了。 小老太太平时上课有板有眼, 风趣幽默, 说话跟讲评书似的。 但是她绝不容忍, 有人在她课上偷偷私语, 更不允许睡觉。 记得有一次她讲课, 班上两个女生在后面叽叽喳喳。 老太太扶正眼镜, 把讲义摔到讲台上, 指着两个女生喝道, 呆。 你俩的嘴唇都磨薄了, 还没完美了。 你们说话能不能不出声? 一句话逗得全般哄笑。 两个女生脸皮薄, 一下子收敛了很多, 开始用哑语进行交谈。 老太太哭笑不得, 朽目不可刁眼。 说了这么多可爱可敬的老师, 其实也有一些是特殊不可耐。 特招人讨厌的老师, 比如我们的外国文学师老师熊老师。 这也是一个老太太, 但她是穷凶极恶, 招人烦招人恨的老太太。 熊老太太的大名, 我们在大一就有所耳闻。 她讲课如同绝辣, 如果她看你不顺眼, 那好, 你考前准备得再充分, 那也是59.5分。 那感觉就像吃了苍蝇吐出来, 发现真是苍蝇, 然后又嚼了, 咽了一样恶性。 当然, 你要是识去, 考试完毕以后, 拎点东西, 像什么微波炉电磁炉, 酒水罐头, 保暖壶之类的, 去拜访一下, 那不考就让你pass了, 否则就pass了你了。 据说老太太家里, 有十几口电饭锅, MP四卦满了半面墙。 刚开始上熊老太太的课, 我们都敬若寒蝉, 老老实实的, 生怕让她不满。 还有些女生以崇拜的眼神看着她, 并不停地抄写她的版书做笔记。 后来发现, 版书全是书上的原话。 偶尔熊老太太会让我们有意外的惊喜, 有一次讲到安徒生, 她声泪俱下地感叹道, 这个卖女孩的小火柴啊, 就这样冻死在除夕的夜晚, 死时, 她的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把烧过的打火机。 底下愣了三秒, 全喷了, 卖女孩的小火柴。 除夕? 还打火机? 这都哪个哪啊? 莫不是老熊在搞笑, 可看她的表情不像啊。 看到底下轰然大笑, 老太太摘掉眼镜擦干眼泪, 莫名其妙地看着大火, 突然发飙, 笑什么? 你们知道个屁懂个溜啊。 还一个个有脸笑。 后边那同学, 你干嘛呢? 赶在课堂上趴着睡觉。 这么多人笑你都不行。 期末考试有你哭的时候, 你站起来。 熊木吼道。 见没有动静, 她大踏步地冲下讲台, 一直向后走去, 我们恐惧的目光随着她的脚步看去, 只见她冲到最后一桌, 愣了。 原来是一堆羽绒服堆在一起, 自己摘了眼镜没看清。 熊老太太尴尬地没话找话说, 以后都把衣服脱在宿舍。 快期末考试时的一天, 老太太坐在讲台桌后, 她身材矮小, 我们都看不到她的脖子。 只听她阴森森地说, 应叫无处地通知, 这次考试, 你们班会有三个人不及格, 说着, 还把骷髅一样的爪子, 从讲台里伸出来。 而她比划的是, 四, 我们都闹不清, 究竟是几个人要倒霉? 只见她把爪子抽回去, 慢慢站起身来说, 本次考试我兼长, 但凡有作弊的抄袭的我, 让她后悔出生在人世间。 说完狠话, 熊老太太又和蔼可亲地 看着我们苍白的脸。 当然, 老师也是非常心疼你们的。 全班人出了五十六身鸡皮疙瘩。 她接着说道, 我把考试可能出的题打印了一份, 这是我呕心立血的结果。 十五块钱一本, 大家自愿购买, 我重申啊, 是自愿。 谁要赶到教务处说三道四, 别怪我没把丑话说在前面。 于是, 大家纷纷掏出钱前去购买。 我买了一份, 拿到手里感觉到了红毛的重量, 她奶奶的, 一共才三页。 十五块钱, 老熊不去当土匪, 可怜了她这块料了。 我嘟嘟囔囔, 漫漫咧咧咧地回到座位, 旁边的老二幸灾乐祸地笑, 傻了吧, 我掐指一算你, 今天就要办傻事。 你想想, 咱不买, 借一份拿去复印, 也就六毛。 我懊悔地拿脑袋撞桌子, 可没想到, 熊老太太站起身, 整理了手中剩的几份材料, 咬着牙缝说, 所有买的同学我画了画, 我怕多收了大家的钱。 嗯, 好, 我刚才算了算正好啊, 除了李仲如, 老二, 同学没有购买之外, 大家都对这门功课很重视。 说吧, 转世要出去。 老二的脸, 一下子跟投茶韭菜一样绿了, 但是他的应变也是够快, 他站起身喊了一句, 老师, 请留步。 是这样, 我本想客下, 找你买两份, 我这人粗心大意怕弄丢了, 借同学的也不太好, 大家都得复习嘛。 老太太回过头, 一副如此可教的表情, 把手里剩下的三份资料, 拿到了老二的桌上。 老二掏出五十块钱, 恭恭敬敬地交给了熊老太太。 老太太从怀里掏出一个mini验钞机验完后, 转身走了, 到了门口, 他冲着学习委员说, 告诉那些病假试驾, 以及逃课的, 下节课还可以有一次机会购买, 过期不后。 老二小声嘀咕, 妈的, 还没找老子钱呢? 如果大家觉得, 我们买了老太太的资料, 就会轻而易举地通过考试,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十五块钱, 不是他的预期目的。 于是, 像老T等被老太太视为, 眼中钉肉中刺之流, 在考前都自觉地乖乖地买了礼品, 送到熊口。 这才平安通过。 后来听说, 广电三班的一哥们, 从我班小湖南处, 买了一支价格十元的仿冒拍刻笔, 送给老熊, 企图蒙混过关。 后东窗事发, 被老太太以五十九分的成绩, 进行了相应的惩罚。 补考前, 这哥们买了一台伊莱克斯的早餐吧, 送去, 才免灾通过了补考。 毕业后, 听说老太太被解聘了, 我的心里像被孕评了一样舒服。 关于老师的事儿, 就说这么多, 啥时候想起来, 咱再补充。 第五十九章, 四级竟然考过了, 上。 我们大学所在的这个城市, 是典型, 夏天热死人, 冬天冻死鬼。 夏天快接近三福的时候, 桑拿天一天接着一天, 让人恨不得, 在开着空调的屋子里, 光屁股裸奔。 而秋天却比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多少, 当人们还没扎摸出点秋高气爽的味道, 就开始下雪了。 给人的感觉是, 刚换下裤头背心, 就穿上了羽绒服。 每每一到冬天, 我的心情就随着气温, 一步步朝着冰点过渡, 因为考试也是伴随冬季的严寒, 在悄然逼近。 大二那年冬天冷得出奇, 那年, 令无数人头疼欲裂, 痛不欲生的英语四级考试, 也凝笑着飞奔而来。 这场考试我, 倒是没啥感觉, 因为即使我超长发挥, 也就能考四十分左右。 这个分数, 是我做往年真题, 以及练习那个, 靠四级英语, 而发了横财的某知名英语大亨王短喜的模拟题时, 得出的结论。 知道了自己注定折戟沉沙, 可心里还是腻尾。 四级考试通不过毕业证和学位证都得歇菜。 到我大学四年, 岂不就做了一件事? 为高等教育乱收费做了贡献。 So, I am not甘心。 不甘心还得死心, 剩下的就是伤心。 我在宿舍抚摸着一本四级词汇, 叫苦不迭, 哀声叹气。 这本四级单词已经陪我走过了两年的路程。 两年来我用它遮日晒挡风雨, 拍苍蝇打蚊子, 卷汗烟叠飞机。 它, 早已卷了边散了架。 好多同学看到这本面目全非的四级词汇, 都把一种钦佩的目光投向我, 而我心里暗叫惭愧。 和我一样, 宿舍里所有的文科生都是对英语四级考试深恶痛绝。 为什么说所有的文科生呢? 因为理科生小湖南喜欢四级考试。 这家伙英语也很别角, 但是两年来, 他靠贩卖英语词汇和模拟题赚了不少银子。 每当他乐滋滋地把鸟文书换来花花绿绿的票子, 都被我们痛斥为媚良心的奸商, 打倒小湖南, 卖国还赚钱的标语, 被贴在他的枕头边上。 小湖南为了不引起众怒, 假惺惺的每人送了我们一份四级模拟题, 这一下让我们对他更加恨之入骨。 老T说这模拟题擦屁股有点硬, 苏宁说垫桌子腿有点薄, 我说卷汗烟时点火不碍着。 四级考试前一天晚上, 老二问我, 果果, 你说句实话, 那本被你折磨了七百多天的单词书你究竟看了多少? 我又心疼地妈撒着那本书, 每次我都从A开始看, 所以我估摸着A打头的单词我都会了。 老二心满意足地笑了, 不错, 你还是咱宿舍最爱学习的都整了二十六分之一了。 我赶紧谦虚道, 哪里, 哪里, 就是A, 就是A。 老T正好进门, 听到我的话, 他两眼放光, 又吓在A片了。 我把手里的单词书甩到老T脸上。 老二在床上大发感慨, 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咱中国人上大学, 想拿个毕业证, 还得通过鸟语考试。 这误国误明的制度, 谁他奶奶的想起来的? 是不是怕八国联军再来的时候, 咱不会用鸟语喊投降? 被老二的叫嚷, 而阵醒的绿帽翻了个身, 坐起来伸了个懒腰。 大梦谁先醒, 凭声我自慰。 李道长的话阵龙发聩, 发人深省啊, 你不是能算吗? 你算算明天考啥题? 老二瞪了他一眼, 怎么着? 又想让平道我给你整成毛驴, 你才兴奋? 我算? 我算完了, 你敢信吗? 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捅了一下玩电脑的苏宁, 苏宁, 你最近怎么了? 又琢磨啥幺蛾子呢? 一整天都不见你说句话。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 苏宁回过头, 朝我笑了笑。 我听着呢, 听着呢。 我也没理他, 点上一根玉兰烟, 坐在床上无限感慨。 想当年哥儿们, 我考计算机一级的时候, 那是个啥气概? 九十分钟的考试, 我半小时整完美了。 玩了二十分钟扫雷后, 看见边上的女生在那愁眉苦脸, 兄弟我发扬雷叔叔的精神和神经, 愣是用左手帮他做完了, 合着那小妞, 最后就点了一下存盘胶卷, 就过了一集。 后来呢, 你们俩, 老二来了, 精神头, 啊, 你带一个毛啊。 后来那女生转过脸冲我笑, 撕着包牙, 牙上还露着韭菜叶。 我当时就差点疯了, 在后来, 不知道哪个孙子把咱宿舍的电话给了他, 他还邀我共进晚餐, 说是答谢我。 好说歹说, 才被我拒绝了。 我能活到今天, 哎, 不易啊。 我痛苦地闭上眼睛。 晚上, 大家都准备考试的东西, 铅笔橡皮, 还有那个耳机。 耳机是刚上大学时学校发的, 50块钱, 装上两节五号电池, 就能听到当地调频的广播, 英语四六级考试时, 听力就靠它。 第六十章, 四级竟然考过了, 下。 第二天一大早, 一脸哭丧样的考生们, 浩浩荡荡地奔赴心, 您非要说是考场也行。 在学校超市旁边, 我看到陈思正在着急地徘徊。 我一下就好像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虽然我俩冷战都小半年了, 可该帮忙的时候, 我还得伸出援助之手。 我冲到他跟前, 拉住他的手。 陈思, 你是不是想叙叙找不到地方了? 走, 去我们宿舍了。 陈思一把甩开我的手。 哎呀,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开玩笑? 我愣了, 到底怎么了? 我耳机忘记买电池了, 超市和外边的商店都没开门, 急死我了。 看样子, 陈思都快哭了。 我拿起自己的耳机, 从里边扣出电池递给他, 用我的, 我有备用的。 快按上吧。 说完, 我飞也湿地跑开了。 拿着没有电池的耳机走进考场, 我心里暗想, 没有耳机可能还会蒙得更准呢。 我把准考证身份证等一大堆东西放到桌上, 看到大家一个个戴着耳机跟天线宝宝似的, 我差点笑出声来。 这时, 左前方的一个女生回过头冲我一笑。 我当时心跳就停了, 试考计算机时, 那个包牙妹。 她走到我身边, 问, 你准备得怎么样? 我身子往后挪了一下, 我准备好了, 明年再考。 她紧闭一步, 凑到我耳边。 开考以后, 你看我手势, 我伸一个手指头就选A, 俩就是B, 以此类推, 懂了吗? 我连连点头, 其实我还没懂。 她奄然一笑, 走了, 看到她的笑容, 我懂了心里叹道, 鸳鸳相报, 何时了啊? 开考了, 我干脆就没戴耳机。 包牙女把左手伸到耳边, 假装脱塞打体, 我盯着她的手, act bar。 写完一个, 我就轻轻地咳嗽一声。 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监考老师看到我没戴耳机, 连忙走过来轻声问, 同学, 耳机有问题吗? 我连忙摆手, 老师, 我正在练习英语听力的最高, 无声变音, 请不要挡住我视线, 不对, 是请不要打扰我的思路。 那老师像看怪物似的, 瞅了我一眼, 走了。 五十分钟以后, 包牙女突然伸了五个手指头, 我当时就梦了, 靠, 难道还有悬疑的? 我低头看试卷, 原来听力单选完星阅读理解, 都已经做完了。 我抑制住心中的狂喜, 低下头开始写作文。 二十分钟后, 我答完了。 抬头一看, 包牙女正回头冲我微笑, 吓得我赶紧交卷。 我在宿舍揉了会儿, 胸口给自己压惊, 大家也都陆续回来了。 一个个愁眉苦脸, 老二使劲踹了一脚桌子, 骂道, 他娘了个熊, 今年的提比往年难多了。 只有老T喜笑颜开, 我听力没找到频道, 后来听的是六级考试的, 嗯, 都差不多, 差不多。 大家郁闷的心情, 被他一扫而空。 我把自己的经历说了说, 大家极度地要求, 晚上请吃饭, 我赶紧拒绝, 年底都里没啥银子了。 再说那丑家伙英语, 可能和老T一个水平呢。 这好办。 说完这三个字, 小湖南像咸蛋超人一样飞走了。 不一会就回来告诉大家, 那女的叫张力, 英语超棒。 听说毕业后, 准备留学大英帝国。 他考试完以后, 正四处扫听郭郭的消息呢。 我宰倒在床上, 口吐白沫, 人事不行。 当天晚上, 这几个笋贼起哄架秧子似的, 把我拽到百草原, 狂宰我一顿。 啤酒愣是喝了二香。 饭桌上我郑重其事地告诉大家, 寒假以前, 凡是女的打电话找我的, 都说我不在。 众人点头允诺。 第二天, 大家都没去上课, 在宿舍行酒。 中午, 来了一个电话。 老T接的, 喂, 你找谁? 请问, 诚诚诚在吗? 电话那段的声音, 我们勉强能听到。 不在。 老T说完冲我吐舌头。 他去哪了? 什么时候回来? 我怎么知道。 老T横得跟突尾巴狗似的。 那你能不能转告他一下? 还没等那边把话说完, 老T嚷了一嗓子。 他已经不在了。 啊, 电话那端都带了颤音了, 前两天他还打电话说, 生活费不够了, 怎么? 我一个箭步赶紧冲过去。 妈, 是您啊。 大家哄笑! 挂掉电话, 我号召老二和绿帽, 把老T摁在床上痛扁一顿。 老T委屈地骂, 谁要再接电话, 就是孙子。 他话音刚落, 电话就响了。 没人去接。 我朝苏宁挪了挪嘴, 苏宁先踹了老T一脚, 拿起了电话, 用略带雌性的男低音说了句, 喂, 您好, 请问, 程程程在吗? 一个嗲嗲的声音传来, 他, 不在。 嗯, 不, 他, 好像, 那个啥, 在呢? 苏宁脸都红了。 我日, 这家伙平时谎话比真话说得都顺当, 今天怎么了? 我纳闷地接过电话, 喂? 表哥? 电话那头儿传来刘爽的呼喊, 刚才那是谁啊? 我没记得你们宿舍谁是街吧? 就是, 那天晚上你怀里的TT猫。 我笑着答道, 你讨厌, 我现在。 在我的一再坚持下, 十五分钟以后, 我才对你撂下电话。 回头一看, 苏宁正在眼巴巴地盯着我, 我也没理他。 气得苏宁使劲摔键盘。 叮铃铃, 电话又响起来了。 老二冲下床, 嘴里骂骂咧咧。 怎么了这是, 电话还犯了前列现言了, 滴答起来没够了。 喂, 你找谁? 你好, 我找程程程。 哥哥, 找你的。 老二当机立断地, 把电话给了我。 我也纳闷, 怎么都是找我的? 接过电话, 是陈思。 他约我晚上一起吃饭。 第六十一章, 我和陈思和好了。 四级考完后第三天, 陈思约我吃饭。 自从表妹事件之后, 我和陈思已经四个多月, 没有直言片语了。 这次他请我吃饭, 我用嘎吱窝也能猜出。 他是要对英语四级考试前, 我解他燃眉之急, 表示感谢。 当天晚上, 我还犹豫了一下。 莎士比亚曾经提出过一个, 不是牛A, 不是牛C, 恰恰是牛B的问题, 让后人感觉, 这家伙有两把刷子。 这个问题也深深困扰着我, 吃还是不吃, 这是一个问题。 思考良久, 我决定, 去。 为了怕自己在结账时犯傻, 我把钱包扔在床上, 高歌一曲风, 潇潇吸一水寒, 壮士一去杜溜园推门而出。 出了门, 我国警夹客, 自言自语道, 还真他妈有点冷。 这时, 老T从背后追出来, 他拿了件绿帽的羽绒服, 塞到我手里, 一脸严肃略带责备, 还稍显关心地说, 披上点, 别感冒了。 当时, 我的眼泪在眼眶中转了几圈, 我背过身, 强忍住。 对他说, 知道了。 老T又接着说, 羽绒服兜里, 我给你塞了一个大塑料袋, 吃不完的东西, 打包带回来, 咱不能浪费。 那红烧肉, 记得最后再点, 凉了就有点腻, 让厨师少放姜, 一定要少放姜, 要不我吃不惯。 老T的唾沫星子, 不断飞到我脸上。 我呸了他一句, 消失在夜幕中。 吃饭的地点, 选在了绿园。 我进了门, 就看见陈思在靠窗的位置, 冲我招手。 我走过去, 脱了羽绒服落座。 知道自己不用副掌, 我专检贵菜点。 陈思问我, 前天考试,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备用电池? 我干了一杯啤酒, 眼神抛向远方, 大意凛然地回答。 过去的事别提了, 虽然这次四级考试我准备得很充分, 但是为了你牺牲一次, 也心甘情愿, 下次再考呗。 唉, 服务员, 那清蒸鱼快点上啊。 得了吧, 你, 我可是听说, 你考试都走了桃花运了。 有一漂亮女生, 把所有选择提答案, 都替你答了。 陈思撇着嘴说, 我刚吃下的东西, 差点吐出来, 咱别提那女生成吗?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哪个孙子告诉你的? 佳佳说, 让我替他保密。 陈思傻不拉稽地出卖了小湖南, 说完他捂住了嘴。 好, 咱一起替他保密。 让全世界人民都替他保密。 你以什么样的代价, 得到的这个消息? 我心里暗恨, 表面却漫不经心地问, 顺手给陈思加了一块焦黄的鱼尾巴。 我答应帮佳佳向班上女生, 推销他卖的羽绒服。 另外, 唐柳把你表妹的事, 也都跟我说了。 陈思破冠破摔地, 把老T也给出卖了。 你表妹和苏宁成了没? 谁知道呢, 苏宁那样的啥事都不上心, 猴年马月能成啊。 我点上了一支烟。 你可别这么说, 你不是说苏宁特讲义气吗? 讲义气的男生也很专一的。 陈思忽闪着大眼睛盯着我。 你别看我啊, 我本来就是一个不义之徒。 我躲开他的眼神, 赶紧转移话题。 服务员, 红烧肉里多放姜啊。 小样。 陈思呵呵地傻笑。 九族饭饱, 我打着宝格和陈思大眼瞪小眼。 我说, 要不, 咱走。 行啊, 咱走吧, 明天还得花重点呢。 陈思说走, 却没有买单地表示。 行, 那咱就走。 我继续看着他。 你先买单, 我去推自行车。 陈思站起身。 等会儿, 我说大姐, 今晚不是说你请客吗? 我急了。 陈思又坐下了, 瞪着无辜的眼睛看着我。 我说, 晚上一起吃饭, 没说我请啊。 我说, 你今天怎么这么大方呢? 点了这么多好吃的。 我日, 我绝望地瘫倒在椅子上。 那现在怎么办? 要不咱逃跑? 陈思出主意说, 别逗了, 睁开您老那美丽的大眼睛看看。 这么晚了, 整个饭店就咱俩。 三个服务员俩厨子都盯着咱呢。 其中一个厨子还磨刀, 咋跑啊? 我埋怨道。 那怎么办? 要不你等着, 我回家取钱去, 一会儿就回来。 陈思说, 只能如此了, 服务员, 哎, 把所有剩的都打包, 那汤也打包。 算算多少钱? 我吩咐道, 其中两个服务员给我们打包, 另外一个麻利地跑到前台, 拿来账单和发票。 先生您好, 您一共消费一百九十元。 别着急, 我在这儿做人质。 这位小姐出去接客, 一会儿就回来买单。 我没好气地说, 服务员哥哥直乐, 他们以为我开玩笑呢。 陈思气鼓鼓地掐了我一把。 来, 把所有的东西, 放到我这塑料袋里。 我掏出老踢给我准备好的巨型塑料袋, 掏兜的时候, 我摸着了一样东西, 是钱包。 我大喜, 天无绝人之路啊。 绿帽的钱包在这儿呢? 我从包里掏出两张老人头, 递给服务员, 再来两包预兰。 第六十二章, 苏宁掉进爱河了。 送走了陈思, 我晃晃悠悠地回到宿舍。 这几个家伙, 晚饭都没吃, 嗷嗷待哺地等着我呢。 见我回来, 除了苏宁, 其余四人各个恶虎扑式一样冲上来, 把塑料袋抢走, 把我甩在一旁。 老二拿出从食堂买回来的馒头分给大家, 老T摇头尾巴晃得从家家床下拎过啤酒, 坐到桌前还埋怨, 红烧肉里边怎么这么多姜? 我走过去说, 谁他娘的给你买的? 我先声明啊, 这些我可都是给绿帽带回来的。 绿帽感激地拥抱了我一下, 啥也不说了, 下次哥们请你吃满汉全席。 别满汉全席了, 这顿算你请的就成。 我趁热打铁。 行, 寄我账上。 绿帽以为我和他开玩笑, 满口音域。 抬头突然发现, 我穿的是他的羽绒服, 绿帽眼都直了, 他往后一躺, 哽咽着发出狂兽一样的声音。 苍天啊, 打雷劈死这个畜生吧。 说别的没用, 你反正都答应了, 发票在左边的兜里呢。 我脱下羽绒服, 扔到绿帽脸上。 转过身, 我问苏宁, 哥们, 你怎么不去吃, 晚上吃了? 没有。 苏宁淡淡地说, 眼睛始终没有离开电脑屏幕。 怎么了这是, 茶不思饭不响的。 我纳闷地问大家, 谁知道呢, 苏宁不对劲有一段时间了, 等一会我吃完了, 给他做做法, 可能是被啥东西给迷上了。 老二三句话不离本行, 绿帽最先吃完, 他把苏宁赶走自己上QQ掉妹妹。 老二和小胡男也吃完了, 小胡男坐在自己床上开始算账。 老二满足地踢着牙, 对躺在床上看书的苏宁说, 你小子是不是招惹了啥不干净的东西, 频道给你降妖驱魔。 苏宁把手里的一本书摔到老二脸上, 但是, 这丝毫没有影响老二的热情。 只见他拿起筷子, 敲起饭盆, 跳起了大神。 嘴里念念有词。 咱们日落西山黑了天, 家家户户把门关, 十家都有九家所, 就有一家门没关。 鸟奔山林虎奔山, 喜鹊老乌奔大树下, 家鹊补鸽奔房檐, 行人的君子奔旅店, 耍钱的哥们上了梁山。 老仙家你要来俺也搬, 你不来我也搬, 搬到来年三月三。 班弟那王母娘娘, 懒得赴盘桃会。 班弟那九天仙女下了天。 下了天找富男就把男的被窝钻, 不到三年, 并二再生下几个女富男。 班弟小学生, 不把那个学来上, 班弟工人不上班, 班弟农民不把那个地来种, 班弟做买卖的不愿意去挣钱。 值班弟那小寡妇 三更半夜饭了饮两只眼睛泪连连。 老二边敲边唱, 边唱边跳, 边跳边扭, 边扭边转, 看得我们眼花缭乱, 绿帽还敲着桌子给他伴奏。 这时, 老T也吃完了, 他看着这不错呀, 于是也扭着墨盘粗的腰 跟着老二扭来扭去。 唱着唱着, 老二卡壳忘词了, 他三步并坐两步窜上床铺。 老T接着在下边敲盆, 老二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一个笔记本, 翻了两页, 跳下床接着唱。 我请胡黄两家兵, 一请胡二请黄, 胡黄两家到连营, 胡老太爷上边坐, 胡老太奶陪伴着, 胡老太爷快发兵, 你把那胡家大兵叫七灯。 苏宁实在受不了了, 他起身把两个活宝拉住, 大爷, 大爷, 你们俩是我亲大爷, 我服了, 行吗? 文婷此言, 老二一惊, 仙家来了上身了。 苏宁从老二手里, 把饭盆夺过去, 扣在还在金蛇狂舞的老T的脑袋上, 都他娘的, 给我消停话。 老二你说, 你被古代文学史, 一星期没背过一夜, 整着乱七八糟的头头是道。 小胡男的脑袋, 早被俩活宝给跳乱了, 算不清这几天, 到底是赚了赔了, 看到苏宁制止住两人胡闹, 小胡男赞叹约, 不愧是苏宁大哥, 文武双全, 一搏云天。 听到一搏云天四个字, 我想起了陈思说的话, 我心里好像有些明白了, 于是我对苏宁说, 苏宁, 过两天我表妹, 来找我玩。 苏宁眼睛一亮, 真的? 然后又默不作声地躺回床上, 来就来呗, 关我什么事。 大家也都看出了端倪, 一口同声的哦, 乐一声。 我笑着, 坐在苏宁床边。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表妹可是对你颇有好感哦。 老T鹦鹉学舌般地学我, 好感哦。 苏宁翻过身, 脸冲着墙说, 屁好感。 本来还联系得好好的, 最近电话也不接, 宿舍也不回了。 她和同学在西安一家广告公司, 拍洗发水的广告呢, 封闭式拍摄。 昨天刚给我打电话了, 告诉我的。 我给苏宁解释, 今年寒假她去我家, 你也去吧。 我安排你们偶然地邂逅一回。 苏宁一咕噜爬起, 脸上笑开了花。 大家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 老T讨好似的坐到我身边, 还假装摸不开面似的问, 果果, 你还有其他的表妹吗? 我把脸一沉, 清了清嗓子, 宣布。 接下来讨论一下, 我们宿舍某些同志, 向陈思出卖我的事情。 老T和小湖南对视了一眼, 两人各自从床下拎起脸盆, 飞奔向了水房。 第63章, 突然袭击, 上。 四级考试以后, 还没容大家松上一口气, 期末考试便接踵而至。 学校自习室出现了一座难求的局面, H大南院高大宽敞的食堂还是蛮不错的, 不是夸其饭菜质量, 而是在那里学生可以去上自习。 考试前的某天, 我和陈思结伴去食堂上自习, 从楼下买上几个豆沙馅的烧饼, 和天香胖胖乎乎的奶。 吃喝完毕以后, 我就四周环顾看, 有没有模样说得过去的小妞。 然后, 溜溜答答地跑到食堂外边蹲着抽烟, 回来待不上三五分钟, 又去上厕所陈思, 对此不耐烦地说, 你消停一会儿好吗? 屁股下便着火了呀! 瞎逛游啥呢? 应该让如来给你写几个字, 贴在脑门上, 让你老实待上五百年。 我捏了捏他的小脸蛋, 一脸无奈地回答, 佛祖悲天悯人, 怎么忍心让我这前列腺肥大的人 尿在裤子里呢? 再说, 我一去五百年, 还不晓得我的可人儿, 给我戴多少顶绿帽子呢? 讨厌! 陈思抿着嘴笑, 你还别多心, 我说的可人儿不是指你。 说完, 我去食堂打饭的窗口, 观察今天有哪些好吃的, 留下陈思生闷气。 当天下午, 小湖南一脸凝重地告诉我们, 南院某女生宿舍里出了大事儿了。 事情是这样的, 一名大二的女生晚上, 在宿舍用液体酒精炉煮饺子, 在宿舍日光灯的照射下, 酒精的火焰若有若无, 该女生以为是没有酒精了, 于是从床底下翻出大罐的酒精, 直接去添加, 其实, 那个火焰是一直存在的, 只不过不明显罢了。 当时, 宿舍还有另外两名女生在看书, 一名女生坐着, 一名女生躺着, 在这位主角子的姑娘到酒精的一刹那, 着了, 惊得她下意识地扔掉了酒精罐, 酒精罐滑出一道邪恶的弧线, 火焰无声地追随弧线而去。 坐着的女生后背着了, 而躺着的那名女生的脸, 恰恰在弧线的尾端, 两名女生一个后背轻伤, 另一个毁了容, 事后都被送医院了, 而肇事者却没什么大碍, 只是受了些惊吓, 被毁容的女生家长找到了学校, 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 小湖南的讲述, 让整个宿舍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每个人的想法都差不多, 一个女生被毁容, 谁都体会不到这种痛苦。 晚饭过后, 我们所有的人在宿舍看六点半的体育新闻, 突然楼下传来人羊马翻, 鬼哭狼嚎的声音, 我刚想去看看热闹, 一楼的同学打来电话, 快! 学校查收违禁品呢, 有的话赶紧扔。 挂了呀! 小湖南的脸, 像死灰一样。 他撩开床单, 床下一箱箱垫炉子冒出来。 不好! 坏了! 苏宁和绿帽同时大叫一声, 我赶紧去锁门, 可已经来不及了。 有两个人已经破门而入。 两人一个是保卫科负责巡视的胖子刘, 还有一个是学生会的副会长之一, 秦爱国。 秦爱国因其身体修长, 我们都叫他秦寿。 这两个人凑到一起, 那的确是狼狈为奸。 我翻遍脑海里, 所有关于恶人的词汇, 实在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来形容他们。 胖子刘平时, 在校园里, 就十分不招人待见。 恐吓草坪上的男女情侣, 折腾打扫卫生的大妈, 最可恶的, 是他经常欺负我们宿舍楼前卖白吉磨的老头。 每天傍晚, 貌似卖探翁的这位老大爷, 颤颤巍巍巍地推着小车, 来到宿舍楼前。 胖子刘对其视而不见, 当老大爷生意刚刚见好, 他准冒出来。 用柳宗元捕舍者说, 李原话形容就是, 灰突呼南北, 叫嚣呼东西。 每次他都能接过老人家递过来的七八个白吉磨, 心满意足而去。 为此, 苏宁和胖子流吵翻过, 还差点发生正面冲突。 而禽兽就更混蛋了, 依仗自己学生会副会长的身份, 狐假虎威, 苟杖人士的作威作福。 晚上在男生宿舍乱窜, 自然有一些满脸卑微的孙子给他递烟浸茶, 看着别人的随身听, MP3不错, 就拿走去享用几天, 好些东西也就肉包子打了狗。 他还经常对一些有姿色的女生许诺, 以学生会植物, 然后毛手毛脚。 所以, 稍微骨子里有点血性的人, 都是掐着半拉眼, 也看不上禽兽。 今天这两个人凑在一起, 闯进了我们宿舍。 他俩一眼就看见了小湖南床下, 近三十个垫炉子, 两人眼里放出狼光。 赵本宣刻了几句学校的规章制度, 蹲下身就要没收。 小湖南连忙拦住, 从桌上拿了苏宁的烟给两人点上, 又低三下四地讨好。 大哥,大哥, 别,别,别这样。 我下学期的学费书本费生活费就靠这些, 您二位高高手。 再说, 我从不卖给咱学校的同学, 我都是拿到夜市上去。 谁他妈是你大哥啊, 别来这套。 少套近货。 两个人叫嚷着, 脸上充满了蔑视。 禽兽嘴里吐着烟, 斜着眼睛看了我们所有人一眼, 又盯住小湖南。 穷有理啊, 穷就办这下散烂的事。 出了事情, 把你全家卖了你都赔不起。 小湖南被呛得说不出话。 第六十四章, 突然袭击, 下。 胖子流对我们大家说, 剩下的你们几个, 有违禁品都拿出来, 省得我费事。 赶紧的, 还有别的宿舍要检查呢。 说吧, 他稀里哗啦, 把所有的电炉子, 以及小湖南其他的货品翻了出来, 用脚踢了踢, 对身后的爪牙说, 带走。 小湖南又心疼又委屈, 想去阻挡。 绿帽从身后抱住他, 兄弟, 咱不要了, 这些损失算我的。 来年我全给你报销了, 当我全买了。 这时, 楼道里围了很多人, 好多人都知道小湖南的情况, 也不止一次从家家手里买东西。 小湖南做生意, 脑子活, 但是手不黑, 深受大家喜欢。 有时人们缺了什么火鸡, 啥得来213, 随手就拿走一只, 啥时想起来再给钱, 小湖南从不催涨。 所以, 大家乱哄哄地, 在后边议论求情。 胖子刘喊了一句, 造反啊, 没给他通报批评, 没开除他, 够意思了呀。 我的肺都气炸了。 等等, 我喝到。 胖子刘打量了我一眼, 怎么的? 你把他东西拿走了, 他就得退学。 你们就忍心, 把人逼到绝路上。 口口声声笑归笑计, 学校规定, 不让宿舍内吸烟。 你俩这不都在抽吗? 刘胖子, 笑归笑计规定, 你可以拿人白急磨。 秦爱国, 你上回, 拿走我们隔壁的电子词典, 一直不还。 这也是笑归笑计规定的。 我有理有据地问。 两人被我接了痛处, 脸上白一阵红一阵, 后边围观的同学, 也都随声附和。 秦兽首先发飙了, 他把手里的烟扔到地上踩面, 有本事, 你到学校告我去。 今天我们就是按规定办事。 废话少说, 东西拉走。 俗话说, 咬人的狗不露齿。 秦兽的话音刚落, 一直没说话的苏宁, 一个箭步冲过去, 左手掐住秦兽的脖子, 右手一拳狠狠地掏向他的小腹。 秦兽闷哼了一声, 捂着肚子坐在地上呻吟。 胖子刘刚从腰后抽出胶皮紧棍, 就被老T用肩膀把他顶了出去。 老二随手把门锁了。 胖子刘在门外气急败坏地踹门。 苏宁恶狠狠地说, 老二你开开门, 我把他放倒, 大不了开除我, 大不了我给他偿命。 苏宁竟然已经动了杀机。 绿帽拽住苏宁, 哥, 只要你给他俩流口气, 医药废我出。 小湖南件事情闹大发了, 赶紧喊, 别打了, 东西我不要了, 给他们。 说着他就要开门, 被老二一把抓住。 外边踹门以及同学喧闹议论的声音 一瞬间戛然而止, 只听得一个声音沉闷地喊, 这是怎么了? 屋内小湖南惊呼, 保卫处的姚处长来了。 造反了, 有个学生弄了三十多电炉子, 我们和他理论几句, 遭到了整个宿舍的围攻。 胖子刘告歪撞。 哦? 这还了得。 姚处长敲了敲门, 小湖南把门打开。 姚处长进门后, 看到满地琳琅满目的东西, 刚要发火。 一眼看到了苏宁, 他对苏宁还是记忆犹新。 上次苏宁打人烧车大闹派出所, 早已是近人皆知, 尤其是姚处长也深知苏宁的背景。 他把小湖南和苏宁叫到楼下的门卫房间, 仔细询问了情况, 回来吩咐胖子刘和秦寿, 去查下一个宿舍, 还有, 你俩的问题也不少, 回去再说。 说吧他背着手走了。 秦寿在胖子刘的搀扶下, 灰溜溜地走了。 楼道里掌声, 欢呼声, 口哨声, 不绝于耳。 用大话西游, 李子霞仙子的话说, 我只猜对了开始, 却没想到是这个结局。 当晚, 我们宿舍楼里的电炉子, 电饭锅, 电磁炉等大功率电器 被没收得不计其数。 保卫科还根据举报, 揭发搜出一批管制刀具。 而这些搜查的人刚走, 好多男生便把我们宿舍挤满了, 以高价买走了小湖南幸存的电炉子, 小湖南受惊的脸上 终于恢复了欢喜的模样。 西灯前, 老T从自己床铺下 拿出烧得乌黑的电炉子 做方便面。 老二打句他, T啊, 今天你表现不错, 让小湖南给你握俩鸡蛋补补。 再说, 今天你这电炉子 要被搜出来, 你咋说? 我就说是有人买了小湖南的电炉子, 然后用了一段时间 不满意退的货。 说完, 老T洋洋得意。 我摸了摸他圆咕隆动的大脑袋表扬他, 独自可教。 老T想了想, 感激得冲我黑黑傻笑。 第六十五章 考前的狂欢 上 大学里的考试 一直被人所诟病。 其实, 这种考试 就好比女人结婚前修补的那层膜, 糊弄一次就过去了。 高中的时候, 除非有特殊才能和爱好外, 那些报文科的学生 都被认为是大脑不好使 或只会死记硬背的书呆子。 而一旦到了大学, 这种局面迅速转变。 由于没有了鞭子 在身后猛抽, 所以, 逃课成了必然。 关键是, 文科生即使是逃了99%的课程, 只要考前疯狂补一下, 还能取得高分。 而好多理科课程 落下三五节课再去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老师在讲一个和你无关的天方夜谭故事。 所以, 文科生到了大学, 更喜欢花钱月下, 理科生却成了机械呆板的代名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句名言 学好数理话, 走遍天下都不怕被时代的大咕噜碾碎了, 这句话只能改成 学了数理话, 一到考试就害怕。 事举一例, 大三某兄, 他亲爱的外婆去世了, 奔丧回来以后发现, 对自己而言, 老师的讲课就如同对牛弹琴。 他恐惧地对我说, 其实对牛弹琴还是好的, 很多人为了给我补课, 纷纷伸出援手, 我感觉是一群牛对着我弹琴, 这才是最糟的。 考试的时候, 他紧握着手机等待提前交卷的好哥们发来的信息, 而考场外这哥们使出了吃奶的劲, 手指头都累抽抽了, 愣是没能输入一个复杂的方程式, 等他刚刚输入完毕, 交卷的铃声响了。 所以, 我庆幸自己当初稀里糊涂地报了文科。 大二的课程是最多的, 我掰着手指头数了数, 新闻写作不用复习, 古代文学史勉强凑合, 毛盖也能抄, 这三科不用复习。 还有哪些课? 我挠挠脑袋, 自言自语。 翻出老二的课程表, 一看, 我绝望了。 苍天啊, 大地啊, 算上选修课的考试科目, 我的手指头不够竖。 我只好把课程表塞回老二的袜子里, 并决定去复习红色警戒。 心里还纳闷呢? 为什么不考CS和红警呢? 斗地主和升级也行啊, 这才是我的强项。 想到自己还有强项, 我略微感觉到一丝丝安慰。 临考前, 一片愁云惨雾笼罗罩了整个校园。 我们宿舍就属老T最欢时, 为了备战来年的大学生运动会, 他的教练已经和所有的任客老师打了招呼, 让这些老师把老T当个屁给放了, 以支持老T在操场上的傻跑。 老T不怕跑, 他怕考试。 既然不用为考试而担心, 他像死缓的犯人被改判无罪释放一样兴奋。 当大家拿着复印的笔记而紧锁眉头的时候, 这孙子边玩游戏边扯着驴嗓子唱, 我得意的笑, 我得意的笑。 气得苏宁拽掉店员骂。 这畜生, 玩得连连看, 还玩出高潮来。 为了缓解考试给大家带来的摧残和蹂躏, 经过213内部, 卧谈会决定, 举办第三届大型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 一醉方修聚餐, 地点就在宿舍内。 由于有了前两次的经验, 我们明确分工。 首先, 大家留下回家的路费, 把剩余的钱交给小湖南。 小湖南的采购能力, 是毋庸置疑的。 当天我开出的采购菜单, 至今我还保存着呢。 那张纸已经泛黄了, 可惜点不能发图片, 我简单回忆一下。 羊肉10斤, 前腿和背脊上的肉, 各来5斤。 猪腰子6个, 越骚越好。 啤酒4捆36瓶。 要暖皮。 老四花生6袋。 游游泡椒凤爪, 100克装12袋。 唐山老八速冻水饺3斤, 猪肉白菜馅。 卤猪蹄6个, 要卤得酥烂的。 去学校东侧的大棚端, 4个凉菜, 4个热菜。 再去饭店买两份刚出锅的红烧肉。 穿羊肉的钢签50根。 孜然粉, 花椒粉, 辣椒粉若干。 惊言一代。 当天傍晚, 小湖南拿了我写好的清单, 带领搬运工老T瞬间消失。 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两人分三次把美酒佳肴搬回。 我吩咐, 绿帽有瑞士军刀, 负责割肉, 老二串串。 苏宁守在门口, 防止以及阻止一切企图分享美食的非本宿舍人员入内, 确保大家能独吞胜利的果实。 我从老T床下, 弄出垫炉子, 搬到阳台, 开始烤串。 红白相间的羊肉串放在红红的垫炉丝上, 我的脸都被印得粉嫩, 像婴儿的小屁股似的, 我叼着烟, 拿着一本新闻心理学, 扇着炉火招呼大家, 搁几个, 把酒都满上, 别等我, 先喝着, 这肉串一会儿就得。 苏宁把门反锁了, 坐到桌前, 边到酒边说, 哥哥, 你别事儿毙了, 还扇呢? 这是垫炉子, 又不烧炭。 我赶忙解释, 气氛, 关键是气氛, 不扇没气氛。 五十串肉串烤好了, 酒也真满了。 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老T眼睛盯着桌上丰盛的菜肴, 使劲咽下, 一口唾沫对我说, 哥哥, 咱不能干涸, 你给制个词, 说个像上次那么逗笑的制词。 我举起酒杯, 看了看老T, 骂道, 制你小舅子的词。 上回我制词完毕, 所有的肉串都被你们这帮笋贼给消灭了。 都举杯, 啥也不说, 都在酒里。 第六十六章, 烤前的狂欢, 下。 煞世间工筹交错, 大家喝得酒憨而热, 说的话开始颠三倒四, 乱七八糟。 五十串肉串一会儿, 就只剩下钢签了。 于是大家又迅速串好, 我把它交给苏宁。 苏宁连连白手, 我不会烤啊。 我神秘的一笑, 你不会, 楼下卖白吉磨的老大爷可会呢。 那可是正宗的白炭啊。 苏宁马上心领神会, 自从苏宁打了胖子刘以后, 胖子刘夹着尾巴做人, 再也不敢欺负卖白吉磨的老大爷。 事情传开以后, 这位老大爷对苏宁感激之至, 每次给苏宁的白吉磨都比别人的肉多。 苏宁出门以后, 我吩咐老涕, 看好门, 肉香会招来恶狼。 一小话, 苏宁拿着肉串飞奔而回, 果然, 身后跟着无数泛着绿光的眼睛。 老涕放进苏宁, 光当一声反锁了门, 留下一帮人在外边叫骂。 当天夜里, 我们喝得很尽兴, 竟然没有一个人去吐。 熄灯以后, 大家又开始本色演出, 上演好节目。 每当我们宿舍的人喝醉了以后, 都会躺在床上抱着被子, 呼唤自己的梦中情人。 子姨啊, 来吧, 不用睁眼就知道, 这是绿帽在喊。 陈德荣, 我稀罕你。 陈德荣是兄弟我年少时的偶像。 孙梦泉, 到我梦里来吧。 老二的喊声, 类似于鬼哭狼嚎。 起初我们不知道孙梦泉是哪位, 后查时, 他曾扮演以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中的灭绝师态, 岁数都一大把了。 可老二愣说, 孙梦泉有先锋盗骨, 并对其倾慕不已。 陈悦啊, 别再高利国了, 快回家吧。 老T喝醉了, 反而很深沉, 大叫驴一样的抒情也很真挚。 爽啊, 爽。 苏宁的喊声令大家一愣。 苏宁, 什么事这么爽? 小湖南问, 你傻呀, 他在喊我表妹刘爽呢, 爽是昵称。 我给大家解释, 小湖南是不喊的, 就有一次, 他用湖南家乡话, 喊了一个好像是女孩的名字, 我们谁也没听懂。 于是, 整个宿舍就乱开一锅粥了, 灭绝师态。 德荣, 陈悦啊, 突然, 有人叫了一声, 妈呀。 宿舍回归死一般的沉寂。 这是谁啊? 还有这乱伦的倾向? 黑暗中, 我们都把目光描向老二。 但探词, 不代表实际具体含义。 老二连连解释, 老踢着笋驴, 把一把钢签子扔我床上了, 我被扎了, 惊叫了一声而已。 大家继续, 大家继续。 紫衣, 我的妹儿啊。 师太, 你就从了老那吧。 整个宿舍又乱成了一锅粥, 喊累了, 大家都开始不吱声了。 老二为了缓解刚才的尴尬, 给大家讲了一个据说是真实的故事。 我小时候, 我们隔壁县的一个老太太死了, 那时候还能涂葬呢, 老人家被安葬在村边的坟里。 当天晚上, 她的上大学的孙子就梦见她奶奶, 老太太说自己没有死, 还在棺材里呢。 于是, 这小伙给家里打电话, 信誓旦旦地说奶奶没有死。 家人架不住她说, 找人刨开坟, 果然棺材里有动静, 有哭声。 村里的组长说, 当时下葬的那块地, 可能是活的, 能让人起死回生, 有尸体埋在活地的话, 坟墓上不长草, 要是把死而复活的人, 从棺材里放出来, 肯会变成怪物。 于是, 大家又把土填上了。 于是, 那个上大学的小伙子, 每天夜里耳畔都会响起走路的声音, 经常梦见奶奶穿着兽衣, 在她旁边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后来, 当我们惊恐地等着下文, 老二却想起了憨声。 大家胡乱骂了她几句, 纷纷倒头睡去。 半夜, 我猛然惊醒, 隐约听见宿舍里, 有人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我的心狂跳。 我看到苏宁, 小胡男, 以及绿帽的身体, 也在轻微颤抖。 突然, 老二大喊了一声, 谁啊, 大半夜不睡觉, 瞎她娘的溜达傻。 我们趁此机会, 打开备用电筒, 只见老T穿着拖鞋, 捂着肚子, 站在宿舍中间。 众人纷纷把手边的东西, 拿来砸他。 你干what呢? 我没好气地问老T, 人吓人, 吓死人。 你懂吗? 我憋不住了, 要撒尿。 老T说, 那你就去尿啊, 在宿舍转有啥。 老二喊道, 还不是你小子讲那事, 给我吓的。 老T委屈地说, 说吧, 还用那个毛茸茸的大手, 去捶老二。 众人狂笑。 走吧, 一起去吧, 我都憋醒了三回了。 老T拽起大家, 我们浩浩荡荡地直奔厕所。 第67章, 我有病, 上。 狂欢之后, 期末考试如期而至。 第一天的考试科目, 是外国新闻史。 考场上, 大家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有的人靠自己超强的势力, 用脚翻书, 低头愣能看见字。 有的人靠现代高科技, 手机呼吸商务通, 一个都不能少。 有的人靠一双灵巧的手, 比如绿帽。 三张扑克牌大小的纸片正反面, 他竟然做了十二道简答, 和三道论述的小抄, 每个字几乎用纳米来计算。 还有的人靠的是关系, 考前用各种礼品蹚平了道路。 考试的时候, 有恃无恐, 打起提来天马行空, 急性发挥, 甚至把周杰伦的歌词都写上去。 兄弟我不猜, 靠的是运气, 会写就答, 不会写就懵。 算一算, 差不多六十分, 我就交卷。 过了, 那是老师会演十英才, 挂了, 那是老师有演无猪狗演看分地。 考完了回宿舍的路上, 我就感觉不对劲, 浑身酸痛, 头疼欲裂, 走路软绵绵地, 像架起了五彩祥云。 撒尿的时候, 小便颜色好似鸟窝咖啡。 看到这种情况, 我当机立断地决定, 我生病吧。 于是, 我真的生病了。 我病了以后的第一个感觉是, 生气。 你说去年我为了装病半还考, 下三滥的招数我都始绝了, 愣是整失败了。 今年我好容易鼓足勇气参加考试, 竟然整生病了。 唉, 造物弄人啊。 大家回到宿舍, 看到我病了, 都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关心, 关爱, 关怀我。 苏宁把大家聚到门外商量了一番后决定, 213宿舍进入一级战备。 老T, 看我浑身难受, 又忍着不吭声。 坐在我床边哼哼唧唧的, 算是帮我呻吟, 那声音特像手丧哭铃的, 再给他加一顶白帽子, 那绝对是孝子贤孙。 小胡男看到我的脸, 像被人耍了流氓一样飞红。 他赶紧从自己床下, 拽出了七八支体温剂, 还一一显摆, 这根是放在嘴里, 这几根塞嘎之窝底下, 这只插进肛门。 还没等我选择, 众人就不容分说地, 扒开我的毛衣衬衣, 把三支体温剂, 分别塞进我的嘴里, 和两边的腋下。 老T还提议, 给我脱了裤子, 插上另一支, 被我婉拒。 没过一分钟, 几个人又七手八脚地, 把温度计取出。 三十五度, 不烧。 这只显示三十六度, 也不烧。 时间不够呢, 赶紧塞回去重测。 小胡男大叫, 众人又把温度计重新塞回, 不知老二是大意了还是存心, 他把一支刚才从夜窝里 拿出的体温计, 塞进我的嘴巴, 我的胃里一阵翻腾。 五双大大小小的眼睛, 就这样盯着我, 我被看得心里毛毛的。 时间到, 起架, 老踢胡乱用词。 苏宁拿出我嘴里的温度计, 像护士一样习惯性地甩了甩, 气得小胡男跳脚, 刚良好的, 你甩他干嘛。 苏宁尴尴尬地笑了笑, 又拿出一支夜下的, 老两对着太阳看了看, 大叫一声, 我靠, 多少? 大家急切地问, 没看清, 阳光晃得我流泪。 说着, 老二把体温计交给绿帽, 自己去揉眼睛。 绿帽接过来看完吓了一跳, 青娘啊, 三十八度五, 见我烧得不轻, 他们小声召开了紧急会议。 老踢问, 白血爱滋爱, 呸呸呸, 别放屁, 这三样得上哪种都得格儿屁, 你小子就不能说句人话? 老二则被道, 依我看, 是被胡仙给附体了, 要不, 我再给他跳跳大神。 苏宁一脚, 把他踹到一边, 说正经的, 你们谁还有钱? 大家的目光都开始闪躲。 苏宁问小胡男, 你还有白家黑吗? 就剩两合过期的了, 准备哪天停电了, 卖给隔壁三兔子。 小胡男的回答, 差点让我笑出声。 没事, 吃不死人, 先给锅锅吃吧。 苏宁吩咐, 我的心一下子冰凉, 暗骂, 这群畜生, 小胡男去翻药, 苏宁走到我跟前, 掏出一只玉兰递过来。 果果, 你发烧了, 先抽支烟降降温, 拜拜虎, 润润嗓子。 我无力地摆摆手, 浑身因为生气, 冒出了点潮湿的汗。 第六十八章, 我有病, 钟。 小胡男翻出过期的白家黑, 递给苏宁。 苏宁奔出一片白片, 拎起暖壶晃了晃。 老T你昨天又没打水, 得了, 先用凉水吧。 说吧他给我倒了, 一杯凉水, 又把药递给我。 我的心和水的温度一样。 吃完药, 我对他们客气地说, 谢谢大伙。 你们先别管我了, 赶紧去复习吧, 明天还有两颗呢。 大家从没有像今天一样听话, 话落人散。 苏宁老T绿帽老二四个人打升级, 小胡男坐在床上, 在账本上一笔一画地写上, 郭郭, 白家黑两合, 八折。 写完还让我签字认账, 我感觉头越来越疼, 说话都吃力。 苏宁, 苏, 宁, 没人理我。 妹夫, 我声音更弱了。 唉, 这回苏宁答应得很干脆, 又跑到我身边。 看到我难受的样子, 他毅然决然地说, 郭郭, 你放心, 我们就是把回家的盘缠都花了, 砸锅卖铁, 也得给你治病。 我感激地望着他, 如今之际, 你还得停停。 苏宁接着说, 我在心里鄙视他们, 身上又开始冒汗。 绿帽对我说, 郭郭, 要不我给你家里打个电话? 别了, 我爸肯定以为我是在装病, 我从小就这样一到考试就生病。 我摇摇头说, 要不我给我爸打电话, 让他会点款。 郁帽还是有点人性的。 不料苏宁却说, 别打了, 上回你朝家里要钱, 我听你爸那口气, 好像要花钱雇杀手宰了你。 也是啊。 郁帽若有所思地说, 几个人又开始去完升级。 我抬手把小胡男换到床前, 家家, 我快不行了, 你记住, 谁也不告诉啊, 尤其是别告诉陈思, 听见没? 小胡男傻傻地点了点头, 气得我浑身又冒虚汗。 我努力地朝电话拢了弩嘴, 傻子都明白我的意思。 小胡男这傻孩子, 却跑到苏宁耳边语, 还是苏宁脑子灵。 他抓起电话, 拨通了陈思的电话。 陈思啊, 郭郭病了, 高烧。 你快点, 来见他最后一面吧。 15分钟以内, 不到的话。 你就顺便, 从事中心医院对门买俩花圈, 也算你们朋友一场。 陈思十分钟就赶到了我们宿舍, 也不知道, 他是如何混过了门卫的。 他喘着气, 坐到我床前, 用一双冰凉的小手, 摸了摸我的额头。 天哪, 都快着了。 说着怜惜地抚摸我的胳膊。 你身上长东西了。 别大惊小怪, 这帮畜生给我插了三根体温剑, 刚才拿出去俩, 现在我家只窝里, 还剩一只呢。 你别摸了, 我生病呢, 你还性骚扰我, 我从被窝里, 把陈思的手拽出来。 还臭瓶呢。 快起来, 我扶你, 去医务室打一枕。 你多穿衣服。 说着, 陈思扶起了我。 行, 一会儿打针的时候, 让那个新来的小护士给我打呀。 她的手挺温柔挺暖和的, 咱那老笑一打针和那鞋底一个样, 使劲往里脑。 陈思一撒手我一个屁蹲坐在了地上。 其他五个蠢驴, 哈哈大笑。 打了一针回到宿舍, 我感觉轻松多了, 就让陈思先回去了。 临近午饭, 老替关心地坐在我身旁, 问, 好点了吗? 我点点头。 想吃点啥不? 头烫。 恶心, 想吃酸的。 我给你买碗酸梅汤。 算了, 随便买点就成, 不想吃荤的。 我心里对老T的细心, 充满感激。 行, 拿你饭卡来。 归会儿, 老T端着饭盒, 拎着一个塑料袋就回来了。 我定睛一看, 两个鸡腿, 一份回锅肉, 四个肉包子, 一塑料袋小米粥, 粥里还放了红糖。 我绝望地闭上眼。 老T把小米粥给我放在一个盆里, 其他东西, 就被混在一个槽子里糟蹋了。 你还别说, 喝了小米粥我又是一身汗。 不知道是因为粥热, 还是老T给我气的。 傍晚的时候, 我坐起身, 感觉身上出汗处得黏乎乎的。 我决定, 还是采取以前的办法。 以前我考试前也经常生病, 每次只要去洗个热水澡, 最好在整个桑拿, 就能立即康复。 我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天地回环乾坤大挪移之以毒攻毒。 我爸说, 我这是没病装病犯件穷得色。 来到学校澡堂, 我把水温调到最高, 然后静静地站在喷头下, 让热水伴着我的尿落下。 我发现, 尿已经不黄了。 就这样炸了二十分钟, 我都感觉自己入定了。 旁边澡堂歌手的鬼叫, 我都听不到了。 第69章, 我有病, 吓。 又过了不知多长时间, 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轻飘飘地舒服了, 大脑也清醒了不疼了, 一股热气在胸中生疼, 生疼, 又一下子爆发了。 我猛地大喊一声, 赐予我力量吧, 我是西曼。 然后缓缓睁开二目, 我的眼中迸发着重生一般的光, 我看到前面小便吃旁的一个小伙, 给我这嗷唠一嗓子, 吓得尿住断流。 他捏住小鸡鸡晃了几下, 又酝酿了一分钟, 才继续开始尿尿, 尿完还回头冲我笑了一下, 估计整个澡堂里, 都是备受考试折磨的难兄难弟。 大家看我如此发泄后, 好像过瘾的样子, 也都模仿我开始呼啸, 并自带创新。 赐予我力量吧, 我是希尔顿。 赐予我力量吧, 我是奥特曼。 赐予我力量吧, 我是希拉脸。 人间大炮一击准备。 我重新仰起高傲的投影着寒风走出浴池。 出了澡堂, 我哆嗦了一下, 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呼喊。 奶奶的, 又忘穿内裤了, 回头还得再买。 一路上, 我感受着重生般的狂喜, 恢复健康了。 我? 但是身上还有一样不适的感觉。 呃, 回到宿舍, 别人去自习了, 老T在睡觉。 我慢慢地从老T内裤的口袋里, 掏出他的饭卡, 一路狂奔向食堂。 经过超市, 我先用饭卡, 买了两袋鸟窝素容咖啡。 我觉得, 自己尿了那么多咖啡色的尿, 身体里一定缺乏咖啡了。 在食堂打了两个鸡腿, 一份蒜苔炒肉, 又喝了碗滚烫的酸辣汤。 我揉了揉肚子, 迈着四方部夺回宿舍。 当天晚上, 我就在宿舍复习第二天的考试科目, 古代文学史和应用文写作。 晚上大家自习回来, 我对他们视而不见, 临近西灯前我看完了整整两本书的重点, 并且觉得所有的内容都领悟了。 我和尚书仰天大笑, 不知病之痛, 咽懂生之欢。 在众人惊恶的眼神中, 我天天睡去。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跑到考场, 我迫不及待地要考试。 所有书中的内容像电影一样, 清晰地在我脑海里激荡。 接连两场考试, 我都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牛程。 应用文写作考试我刷刷点点, 不一会儿就把答题的空间写满了, 然后在后边柱上, 转左上角, 左上角写满了, 在柱上, 转右下角。 右下角都快写满了, 我心里的文思, 还他娘的泉涌, 我只好写了一个括号, 答题空间太少, 若有空间, 还能再写点深刻的, 建议加大考试难度, 写霸摔比胶卷绝尘而出考场。 出了考场我仰望蓝天, 地银感叹, 天哪, 你真他妈的蓝。 后边一对情侣考完钢出来, 女生安慰男生说, 考杂就考杂, 别像前面那人疯疯癫癫的就行。 我蔑视了他俩, 一眼哼着小调回奔宿舍。 你说, 是我交卷太晚, 我说是你作弊不够勇敢, 再挂语不挂奸, 来回千百遍。 回到宿舍, 都在。 我当场宣布, 为了报答大家见死不救之恩, 我要报答每一个人。 苏宁, 今年你别去我家了, 我表面和你没戏, 我宁可把刘爽介绍给老T。 真的? 老T拉住我的手。 我甩开老T的手, 义正词言地说, 以下的话才是真的。 你的饭卡被我划光了。 我说怎么找不到了呢? 害我找一晚上。 老T自言自语。 绿帽, 你借给我那三百块钱作废了呀? 作为你抠门, 对我的精神损害费。 我不等绿帽说话, 又把矛头指向小湖南。 男蛮子, 我要向学校举报你, 贩卖高杯望远镜, 让男生偷窥女生宿舍。 还没等我说老二, 老二就先开口了。 你小子精神了呀。 考前生病是考试综合征, 发发汗就好了。 这都是苏宁安排的, 白加黑没有过期, 老T买的周里有板蓝根。 昨天, 陈思早就被我们召唤在宿舍楼外原地待命为以防万一。 绿帽, 冒着他爹的炮火和生命危险, 向家里, 要了一千块钱, 准备给你住院用。 我当时就愣了, 甘大的搓手。 你看这话说的, 这话是怎么说的? 要不这么着, 那一千块钱我做主了, 咱去狂欢, 我给大家赔罪。 一群人又猛扑了过来。 第七十章, 这个冬天不太冷, 上。 考完最后一颗, 我洒爽英姿地冲出了教室, 撂着卷子在学校花园闲逛。 我轻轻地抚摸着身边枯黄的树枝, 在心里默默地赞美它, 黄得够劲。 反正我看见, 啥都觉得很美, 树美, 湖美, 垃圾桶也美。 我发自内心地, 由衷感谢苍天, 感谢它, 赋予了我一颗识别美的心灵。 突然, 后边有人轻拍我肩膀。 我一回头, 头皮发马眼漆黑, 是包牙妹。 她在我身后, 冲我咧嘴微笑, 边笑还边搔手弄姿。 我赶忙把目光抛向白云深处, 心里暗骂。 苍天啊, 你也有不厚道的一面。 怎么? 不认识我了。 包牙妹称怒。 没有, 我想打喷嚏, 正看太阳呢。 我都不知道自己想说啥。 咱俩挺有缘分啊, 再次不期而遇了。 包牙妹竟然开始整浪漫的小调调,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张力, 张子怡的张, 巩力的力。 两大美人, 就被她这样, 活活给遭见了。 我赶忙客气。 你好, 你好, 幸会, 幸会。 你说话怎么不看人呢? 我知道, 你叫城城城, 外号叫郭郭。 我给你们宿舍打过好多电话, 你总是不在。 包牙妹喃喃地说, 是吗? 忙, 最近忙。 我边说边掏出手机, 给老T发短信。 南院花园有仙女, 貌美, 体长, 胸大, 屁股圆, 素来。 发完我冲着包牙妹, 勉强笑了笑, 脸上笑容和打针时差不多, 要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呀。 都考完了, 你还忙什么? 包牙妹故作天真的歪着头问。 那什么, 本来吧? 其实呢, 别提了, 嗯。 正当我与无伦次的时候, 九星老T及时飞奔而来, 到我身边, 他弯腰喘着粗气, 我还正考试呢, 看见你短信我飞着就来了, 仙女在哪呢? 这小子边说边四处张望, 我指了指包牙妹, 这位是张力, 张子怡的张, 拱力的力。 我俩也算顾教, 计算机和英语考试的时候。 还没等我说完, 老T惨叫了一声, 我靠, 我还以为, 这是你买的猴呢? 包牙妹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老T, 说了句, 我恨你, 转身就跑开了, 我踹了老T一脚, 你他妈的夸人就不能围完点? 老T揉了揉屁股, 委屈地抱怨, 得了吧, 这家伙, 吓我一根头, 还没找他陪我损失呢, 远远地看着像的雕像, 刚才细看一眼, 我真以为是个猴, 吓唬我围完点, 说是雷人缘成吗? 我狠狠地点点头。 对了, 刚才他说, 他恨你, 老T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轻轻叹口气,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死恨绵绵无绝期啊。 走吧, 咱回宿舍。 回宿舍路上, 收到沉思电话。 交卷了? 早交了, 刚才都经历过了生与死的考验, 现在我的小心脏, 还扑通扑通跳呢。 你哪天回家? 明天上午的车票? 好, 下午一点, 我在一百超市门口等你。 好。 挂了电话, 我和老T扭着浪不溜丢的小央哥, 回到了宿舍。 宿舍里洋溢着四九年十月一日的气氛, 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 像刚生完孩子一样, 既疲惫又幸福的笑容。 大家打点行囊, 准备凯旋回家。 我帮绿帽整理行李, 冲着他笑了笑。 绿帽直起腰, 夸张地抱着肩。 你小子又想干什么? 帽兄, 我手头还是有点紧。 你看, 绿帽这次显得很大方, 掏出五百块钱, 但并没有递给我。 你给我写个借条, 算上前几次的, 一共整一千。 我提笔集书, 金介李一蒙同志一千元整, 有生之年必还。 绿帽借过借条看了看, 没说话, 把钱和借条同时递给我。 中午, 我们宿舍吃了离别饭。 将近一点, 我准时到了一百超市门口, 到那儿发现, 陈思比我来得还早。 啥事儿? 我问, 你没事就不能见人啊? 陈思笑着说, 我爸妈早想见你呢, 今天你去我家吧。 成, 我姑妈就是这事儿, 那我去了说点啥? 你妈爱听啥? 我问。 陈思想了想, 我妈最喜欢别人说她年轻, 你就夸她折子少就可以了。 这简单, 你等我, 我先去超市里, 给她老人家买点东西。 到了我家, 千万别说老人家, 我妈一着急, 就把你轰出来了。 陈思提醒我, 陈思家所在的小区, 挨着一所大监狱, 当初陈思告诉我的时候, 我还以为老爷子被判了十年八年的, 后来才晓得, 陈思的爹地在监狱, 是个类似于老头的官职, 后来提前退休了。 不到十分钟, 我们就到了。 一进她家门, 一个中年妇女就赢出来了, 我偷眼官桥, 嗯, 果然是风姿绰约风韵犹存, 保养得不错。 陈思拉着我的手, 向中年妇女介绍说, 这是我同学, 郭郭, 这是。 还没等她说, 我抢不过去, 握了握对方的手。 你是陈思的姐姐陈雅吧, 我是陈思的同学。 你什么时候从新加坡回来的呀? 老听陈思念叨您, 新加坡的冬天比这里暖和吧。 中年妇女先是一愣, 然后哈哈大笑, 合不容嘴地拉着我的手走进客厅, 我是陈思的妈妈。 你说, 这孩子, 哈哈, 我有那么年轻吗? 来, 坐坐坐。 我赶紧假装既尴尬又局促地说, 是阿姨呀, 我太冒失了。 陈思说过, 您很年轻, 可我实在想不到, 您看这这这, 对不起, 阿姨, 没事, 没事。 哪还年轻啊, 姥姥, 你先坐, 我给你去倒水啊。 今天晚上咱吃排骨, 说着, 她去厨房倒水, 我看见她的笑容还在脸上荡漾呢, 心里暗想, 这么拙劣的谎言都能相信, 疯了, 肯定的。 陈思指着我的鼻子, 你就损吧。 坐下来闲聊了一会儿, 陈思的妈妈借骨出去买菜了。 陈思带我浏览了她的房间, 屋子里床单干干净净, 被子整整齐齐, 书厨利利索索, 家居漂漂亮亮。 我注意到, 她的梳妆台上没有几样化妆品。 陈思, 你也该适当地打扮打扮了呀, 你看, 你这像样的就一瓶小护士, 哪儿啊, 都被我妈拿去用了, 我买多少化妆品, 她就扫荡多少。 陈思解释道, 嗯, 让你爸注意留神吧, 说不准你娘哪天, 给你领进门一小吧。 我分析道, 哎, 我说, 你就不能说句人话。 陈思趁怒, 走吧, 咱也出去溜达溜达, 你妈妈老不回来, 诚心让我犯罪不是? 好, 走吧。 。